无法接受 那个电箱的门 它自己就掉下来 因为腐朽到太严重了 大面白墙凹凸不平 由七大范围斑驳 便电箱门板更是直接掉落 屋主控诉自从隔壁邻居搬来后 就成为他们噩梦的开端 那个祭司就说 这个就是因为结构被破坏了 所以才会漏水 还有一个点是他施工不当 简小姐不满隔壁邻居施工 造成自己家漏水 而且一路从顶楼流到二楼 再流往一楼 不光是造成住家大面积臂癌 还得用塑胶帘子隔绝空间 避免粉尘到处飞 隔壁勾我这个墙面 然后钢筋勾我的 所以它这个 它的成板跟我的女儿墙 不能结合 那个缝一直裂开 也是漏水的原因 屋主真的好无奈 谁知道当初给邻居方便 却造成自己和家人饱受漏水折磨 每天都得听得滴搭水流声入睡 币癌在他们家里面 我要剔除 我才能帮他处理 但是他不给我进去 我能怎么处理 他有他的道理 我有道理 我理亏我赔 我该我赔我赔 法院判我多少我就赔 最后双方走上法律途径 法院判决将近17万赔偿金 但女屋主不满 认为长期以来 房子有币癌漏水粉尘等问题 都已经让家人居住品质 饱受折磨 三立新闻十民集区道云桃园采访报道 大家好 感谢观看